大家浏览社交媒体贴文 经常都是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 不过全球各地包括我国在内 最近却掀起了新的趋势 有应用程序会在你还没做好准备时 直接启动摄像功能进行拍摄 而且不允许你修图 把你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在朋友和大众眼前 这类型的应用为什么会吸引人使用呢 让我们的记者黄康伟带你去了解 接到推送后 点击进入并拍下照片或视频再上传分享 这看起来和其他的社交媒体应用没什么两样 不同的是应用每天会不定时地发出通知 然后要你在两到三分钟内 同时使用手机的前后镜头拍摄 也正因为出其不意 不少用户的照片都是显示自己在家中看戏 或是在外头坐车 各个都是素颜上阵 这个名为Be Real的应用 2019年底在法国创建 如今受年轻人欢迎 本地过去一个月来的下载量翻了一倍 TikTok上个月中也推出了类似的应用 TikTok Now 用户除了拍照也能够录视频 应用的下载量近期也攀高 Instagram则不落人后 对名为Candid的功能展开内部测试 学者认为这类型应用近期受欢迎 可能是因为用户更想要看到 自己和他人的真实写照 现在的社交媒体平台 那可能大家都会对这些大量 经过大量修饰的内容都会感到厌倦了 那如果我们只上载的内容 就只是一些快乐的时光呢 那这难免会无视 就是人生中一大部分的 一个真实的情感体验和过程 除了年轻人 记者发现不少商家或成人 都开始使用这个平台 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小贩周志伟 主月底发现这个应用 几乎每天都分享照片或视频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挑战性的东西 就是突然 这种东西就是要突然 你才有那个好玩的点都在这边 如果是一个你几时都可以拍的东西 它没有一个好玩的点 那么就没有人会去玩这个东西 给人家知道说 我在做工的时候 我就是在做工 我没有做工的时候 我就在家 我没有弄弄弄 记者也亲身试用这两款应用 结果在这一个多星期里 拍摄到的大多是自己搭车 工作或是运动的画面 看似相当无聊 那现在是下午2点50分左右 然后呢你可以看我这个装扮呢 就是在外头骑脚车 然后大概10分钟前呢 TikTok Now就发出了那个推送通知 要求我们拍呢 现在的地点核在做什么 那我们现在就来拍吧 你可以看到照片已经上载到个人户头了 不过上方呢就出现了Late 也就是迟到的标签 因为刚才呢是没有在准时 2点40多分的时候呢 就发送这个照片 学者也指出 尽管这类应用讲述以真面目见人 但社交媒体还是有规范 不遵守要求 例如超过限定时间发文 还是可能遭到排挤 此外应用也有它的局限 虽然说这类型的应用的意义在于 拍下我们最真实的一面 可是我想还是会有一些用户 就是会采取一个比较竞争的心态 那他们或许会去精心刻画 上载内容的一个时刻 那这样一来呢 他们所上载的所谓真实的内容 那就只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 另外立即拍下影像上载 可能无意中透露一些个人信息 引来其他的风险 学者指出用户的媒体素养 因此非常重要 学者也认为这类型应用难以成为主流 无聊发味的内容已在出现 看出了还是会厌倦 相对的它能起到辅助作用 让用户看到他人和明星 鲜少曝光的一面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